你们这些人 都知道每天给自己洗澡 都洗得不干净 为什么叫洗得不干净 你要洗干净就没有业债了 就没有那么多的不顺了 对大家也不能埋怨什么东西 是因为我们的 整体的教育的一个失败 实际上在古代有个圣人叫庄子 庄子提到早遇而精神 什么意思 就是你应该给自己的精神洗个澡 那这个精神系统 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 它叫灵魂系统 所以是为什么大家每天洗澡洗不干净 就是你们只给你们的皮囊洗个澡 你没有每天 我日三行五身 我每天 我每天多次的 反省自己的过错 我们的过错都有什么呢 叫身身体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是我们今天人类 无论东西方 以杀业为乐 这是一种我们教育失败的结果 大家要知道今天来干什么的 你们来干什么的 来洗澡的 OK 我们今天给大家开了个大澡堂子 天地人 这个大澡堂子 你们的灵魂身多久没洗澡了 一年没洗 还是两年没洗 从出生到现在 有没有给自己的灵魂身洗个澡 你想想你的灵魂身有多肮脏 甚至有些人 不是今生 他过去生 他就没洗过澡 就没给自己的灵魂体洗过澡 甚至再往前找一世 还是没有给自己的灵魂身洗个澡 那么即便大家知道今生参加法会了 然后去给灵魂身洗澡 也没洗干净 淘淘了世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今天 不是让你们来忏悔的 不是让你们来 搞一个什么宗教仪轨的 你们好好泡一泡 在这个澡堂子里面 用佛光 用道光 用耶稣基督的光 你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宗教信仰 你就请你的信主 用他们的光来照耀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不是你张卜生来参加法会 不是你的这个矿泉水瓶子来参加法会 不是这个壳 不要用这个壳做事情 你一定要进去自己的壳里面的殿堂 你有三个殿堂 要在鲁脑腔里面坐 把自己鲁脑腔的神醒过来 在胸腔里坐 把胸腔的神醒过来 在下腹腔里坐 把下腹腔的众神醒过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早育儿精神的重要性 每个人你都有个不死的我 你让这个不死的真我 醒过来 主持自己身国内的大事 使自己的身修了 加齐了 国泰了 民安了 天下就平了 每个人都能修身 齐家治果 平天下 我们这个世界就真的平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